上個禮拜 台電派了另外一個台 也是跟你一樣 常常講話 講得到五分鐘 我聽不懂得說 我每次說 我也不是很困 我會很認真在聽 可是我聽了五分鐘 十分鐘 聽我都聽不懂得說 人家就是 有時候常常說 要五毛給一塊 不過政治上就是要一塊給五毛 所以應該就跟他說 年後大街照這樣 他的訴求 你辦法去找多少幫忙 沒有辦法全部給 但是至少要一塊給五毛做不到 我想是這樣 你剛才嚇到商業處長 要一塊給五毛 你就說年後大街這樣辦 你要他配合要給你 好 剛剛我們看到 這柯P他提到說 他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然後他也提到說 樂樂黨的說什麼聽 不太有 聽不知道說什麼 就是看得出來 他其實很講究效率 很有魄力 他覺得事情就是要切入重點 趕快解決 他要拿出那一套SOP來 所以大巨蛋就是這個一個例子 大家就要看 接下來柯P要怎麼做 但是來看看這大巨蛋爭議 還真的是蠻多的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們來看看今天周刊的爆料 他說遠雄為了趕工 把這個混凝土交灌作業的時程 整個減半 那麼一減半就怎麼樣 大家擔心說會偷工減料 那麼使得商場跟辦公大樓 現在潛藏的公安危機 而現在柯市府已經準備了 善後的三個方案 甚至可能會讓這個商場 還有電影院完工不開幕 大巨蛋爭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周刊爆料 遠雄為了趕工 將混凝土交灌作業 時程減半 偷工減料 造成公安危機 而柯市府已經準備善後三方案 甚至可能讓商場跟電影院 關工不開幕 我們當然也開始在想應用方案 但是何必去講 等最後結果出來 要用哪個應用方案 我們再來想 安檢報告還沒出爐 連快人快語的柯P 都回答得很保守 但原本拍板三月底要公佈的安檢報告 如今沒辦法 如預期這一拖得淹到四月中 資料什麼善見各處 總是要慢慢去收集 只能說 不還好啦 慢幾天而已 一向求快的柯P 罕見幫忙緩家 可能就是知道裡頭問題錯綜複雜 而一間扛起安檢重責大任的 副市長林青蓉 早已率隊秘密到大巨蛋視察 小的一些小的缺點 那是當時有的 不過那個都還可以克服 現在最重要是全區速散計畫 如果只看一個都簡單 合起來說問題就整個 整個那個 picture會不一樣 不管是小缺陷還是大漏洞 安檢報告在一個月出爐 到時如果遠雄無法在兩週內提出改善方案 恐怕面臨解約 市府這時謹慎小心 但未來可能面臨的爭議 已經暗中進行沙盤推演 借照過方張 請台北報導 喂 什麼叫做下層式的建築 下層是什麼意思呢 這問題就是我們說的 這次引爆公安的一個重要環節 因為其實大軍你看這個表面上面 是已經是臺北市超高建築物 這個建築工法本來就很辛苦的 但是在所謂的所謂的觀眾席 他是下層大約一公尺左右 因此這個裡面擠了將近一兩萬人 在看棒球 那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是要從下面才往上走 你看一下 園區附近建築物密度太高 大巨蛋觀眾席位是在地下層 不易疏散到地面層 那麼曾經有模擬這個數字 他說模擬人潮僅只有四萬五千人 那麼六萬人的數據 也沒有十一萬人的這個流量 那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四萬五千人 是所有觀作席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找的是一個 像蔡琴或者是一個著名的歌唱者 來的話 那在這個我們說一樓地滿面 還可以增加一萬五千人 這樣是多少 四萬五加一萬五 六萬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周圍還有商場 商場加起來 可能人數最高十一萬 不是假事情 是真的 好了 請問一下這十一萬人 如何能夠只要靠中校東路 就可以疏散掉 這柯P說 傷腦筋 這是問題嗎 這是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引爆了 另外一個大問題 看起來會不會觸目惊心 我們知道一棟建築物 當你把這個混泥土 弄進去是要讓它乾 乾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才能夠把這個模板拿掉 再繼續往上蓋 那假設這一層模板 它需要乾的時間 舉例說明 假設是要十二天或者十七天 結果你五天就把它拆了 那是什麼意思 乾了沒 不知道 而且在拆模板的時候 你還要測試那個硬度 結果我們遠雄很厲害 來看一下 遠雄的飯店商場辦公大樓 混泥土的這個交織時間 從十四天 十四天縮短成五到十天 那麼所以也就是說 混泥土的抗壓 鋼筋的這個拉的側的 這個我們說測試的切結 而這些東西通通沒有報審 就直接五到十天 這樣老闆你會不會擔心呢 所以當柯P知道事情的時候 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嚴重 因此現在目前為止 根據週刊的爆料 我們看下一張 大概有這三個方向 不過傑民想一件事情 假設這麼多人 在這個擺過程中走 而他的水泥的鋼筋的測試 都沒夠 你敢不敢去 柯P也這麼想 所以可能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叫做 拆除旅館及辦公大樓 因為看起來不好 就留這個大巨蛋商場 跟隱城了 那麼這個方式 遠雄會有什麼問題呢 遠雄就營收 直接驟減五成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旅館是他主要收入 一個晚上一萬塊七成 那你看這個利潤有多好 佔整個大巨蛋生意 45%直接砍掉 遠雄接收嗎 我問一下議員 那麼遠雄營收就驟減五成以上 那大巨蛋其實就沒有辦法 自給自足了 這個問題 這句話有點奇怪 因為好像大巨蛋 他也不想養不是嗎 所以這個可行性低 那麼另外一部分呢 好那我們就說大巨蛋現在不喜歡 我們直接把大巨蛋商場 隱城全部把它拆了 保留這個遠雄最喜歡的旅館跟辦公大樓 但是還是要解約 那麼一旦聽到解約這兩個字 你有沒有頭皮發碼 肯定有 因為這個解約一打官司 要打幾年沒人知道 所以解約官司曠日廢時 遠雄落體假扣 那麼園區謝謝你 廢墟一片 好了所以這可能性會比較低 那有沒有可能性比較高的呢 好那有條件通過大巨蛋商場跟化成 那麼淨空或低密度使用 解決疏散問題在於遠雄一約 那這部分呢可能就是商場跟隱城的營收 就會增加三成 遠雄經營收入呢 就可能只會減少 但是不會像以前多 但我的問題是其實 等會要請教議員 有條件通過市民買單嗎 好請教一下文綺一傑 這樣子有條件通過的話 那麼現在柯P也列出了 這拆彈的三個方案 這方案可行性他也列出來了 那麼未來到底會跟遠雄之間 是呈現什麼樣的關係 有可能解約有可能拆彈嗎 其實我上上禮拜有一次 我們市議員跟柯P做談 然後我問他說 在大巨蛋這件事情上面 市政府到底想要得到什麼 到底目標是什麼 因為我 因為就我們市議會在外面看 我們不太清楚說 一件一件的譬如說爆料 或是說一件一件的把這些 說他的公安有問題 但是市政府最後到底想要幹什麼 因為從我的議員角度來講 我有時候我沒辦法跟選民解釋說 到底可P想要對遠雄做什麼 你的目的是要我如果說好 我今天的目的我就是要把你最後把它拆掉 把地收回來 因為這塊地很值錢 這塊地很值錢 以現在的市價來說 可能七八百也跑不掉 你就算跟遠雄解約我賠給你 花得來 那如果你是為了這樣的一個政策目標 去營造這些所有的氣氛 因為大家要知道 如果市政府要解約的話 遠雄絕對可以告市政府 而且可以假扣壓把這個地方先凍結起來 那這個事情可能到可P兩任做完都還解決不了 那所以可P的政策目標到底是什麼 我今天如果我可以用安檢來卡你 我甚至可以在你的使用執照 我可以給你扣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不發給你 但是我的目的是什麼 現在大家比較搞不清楚的就是說 到底市政府為了遠雄這個案子 我們市政府或是說市議會 或是說我們要幫台北市民眾拿到什麼東西回來 拿到什麼東西回來 上一次在三創園區那個事情的時候 結果是可P他是講說是 他的成果就是讓三創多出了錢 然後去蓋一些什麼空橋或者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所以是不是市政府在這個事情上面 你是要用使用執照 或是你要用安檢的方式 叫造成熊多出一些錢來呢 但目標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現在是搞不太清楚 因為老實講說他這些做法 譬如說安檢的問題 其實老實講他每一步 每一步的做法 他都必須要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問題 因為當初的這些所有的設計 遠雄的這些區段的設計 是你經過台北市政府跟營建署的通過批准 那你現在你搞這個安檢的報告 搞安檢的報告用來推翻原來 台北市政府跟營建署的這個正式公文的核發的執照 那你實際上你這個安檢報告 實際上在法律上面是沒有什麼效率的 你最後你還是要送到營建署去 然後由營建署來去決定說 到底你台北市政府這個安檢報告 是不是跟我當初的安檢這個設計 設計規劃的這個批准 到底有沒有衝突 你怎麼說當初 當初營建署說這個是安全的 你現在台北市政府說不安全 那到底是誰說的準 現在的問題就變成有一團混帳 那其實以我的瞭解 以我的瞭解目前市政府來講 他是不排除最後拆除 那我覺得這個要把話說清楚 如果要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 那我們就必須要在法律上面 要解決許許多多的問題 這麼多的這麼龐大的一個契約 然後這麼龐大的一個量體 最後我們市政府真的要拆掉 我們在法律上面 到底贏不贏得到遠雄 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他的金額太大 所以絕對是三省以上 三省以上 然後以這種案子來講 沒有十年結束不了 沒有十年結束不了 那我們未來可能都看到 就是一個空的巨蛋的這個量體 在那邊 因為遠雄他一定會跟你說 這個我要法院我要加處分 你台北市政府你根本進不去拆 你沒有辦法進去拆 你有沒有辦法圍起來說 你遠雄不能進來 因為這個最後是法院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到底要怎麼善聊 我覺得他你現在柯市長 他列出了這三個方案 其實這三個方案沒有一項 沒有一項是真正告訴市民說 我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很想知道說 市長的目標到底 我們議員就知道他要幹嘛 真的 真的就是說 你把這個事情不斷的打打打OK 但是到底市民想要知道說 你是要像遠雄 像處理三創那樣 只要他交出一筆錢來就好了呢 還是說你就是你的目標 就像戶數團體這樣 就是要把整個大巨蛋拆掉 拆掉我贊成 建民哥議員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市府到底想要幹嘛 但是我說就我的角度來看 就一個消費者來講 你剛剛特別提到 有商場有隱城 我們以後勢必會去逛街的 那他如果真的是偷工減料的話 我們怎麼還敢去那裡 好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今這個消息不停的在放 我不停的放出來說 我這個公安可能有問題 我這個安全係數可能有問題 那這種正在蓋的東西 那個工人現在在蓋 他們還要不要蓋 是不是真的要照外面所講的 我就是這樣蓋 我可能就是偷工減料 我覺得這種心情是怎麼樣去 你們主持節目 跟所有媒體都很痛苦 就大巨蛋 第一個柯P實在太紅了 他的新聞非常不可 他只要談他就專訪就高嘛 就是柯P很紅嘛 市政府第二個 他丟出來的東西都很破碎 凌亂 柯P儲弊的精神 我一百分支持他 可柯P對市政的程度的低落 匪夷所思 梁文傑講我們藍綠的議員 你的忠心得目到底要幹嘛 不管市政 不管這顆大巨蛋 我們回到焦點談巨蛋 我的建議你聽聽看 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是認為應該拆掉了 但是拆掉要講清楚 對好拆掉是第一條 我的想法是分三個層次 人命 弊案 利益分配 人命 我們回到專業 大巨蛋有些媒體喜歡亂講 說總共十一萬人 然後這個蠻載的時候 商場五六萬 那邊可能燦景景商會 將會有六萬 十一萬怎麼疏散 那十一萬不能只談中號東路 他從四面疏散 所以中號東路只能談四萬上線 大家要有個東西南北的概念 那因為遠雄貪心 本來四萬是很簡單的 當初給他一個最好的 他因為有一半等於在地平面以下 對不對 然後四萬怎麼疏散 當初有個八十米乘五十米的板南線 有一個避難平臺 你就讓他空著 你不要在那邊打那邊商場的主意 你這樣逃出去 拿大巨蛋也不要作為 還要挖過中校東路 過幾十米 到國父健管開幕 那個二零一七四大 你不要 你就四大 你就到東華北路 跟巴德路那個場就好了 哪裡有 全世界也沒有大 大型運動會是在室內開幕的 這一笑大方 我是運動員 就是你在那邊正常開幕 好 那這個地方 你就讓他自然疏散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避難 我這邊要聽好龍蜜講一下 他當然有責任 可是最大責任還在馬英九層 馬英九本來歸起床定了 好龍蜜還吹牛說 我要回來一萬坪的商場 削減一萬坪的商場面積 而造成現在是六十三 商場三十七 是大巨蛋本身的體育園區 他說本來可能更多 可能八比二這樣搞 好 那再來 那你避難你就去查 特殊人組或誰就去查 再來分配 我的建議就是 安全人民一定要好好 就是不要弄商場 當然很快疏散到中校東 四萬人就走了 那兩萬多 兩萬多 兩萬多 十一萬滿載的情況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然後你這個遠雄的BOT案 跟不管每核事 不管任何案子 什麼叫BOT 一 億元管不到 二他報多少算多少 他報了六十九億 增加到一百六十幾億 那顆蛋 弄清楚他真的多少錢 商場他可以賺八百到一 八百億到一百到一千億 你認為太擁擠 建幣率太高 拆到一兩棟 但他賺到五六百億 政府也分錢 然後去然後拒蛋我們自己來營運 這是相對可以解決的方法 不過看起來遠雄似乎一點 都沒有打算要放棄 石秋等我們廣告之後繼續追蹤 因為你怎麼可以想像 因為小平剛說 這是這個事情有點破碎的去解釋 但事實上我們不覺得哪一件事情 不就這麼零碎嗎 可是你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嗎 當他把這個混凝土 就是四五天就 讓他就封城了 拆模板的時候 竟然只有營造廠商 跟營建廠商監製 而遠雄不用監製 這種事情你可以接受嗎 廣告我們繼續追蹤 你不可能會重新的地方 都會重新的地方 就能為自己的地方